由玉山志工基金会推动的玉山黄金种子计划 改善图书馆的环境让孩子亲近阅读 22日来到彰化县大家国校 捐建第29所玉山图书馆 希望以长期关怀与永续经营的精神 打造孩子们喜爱的阅读空间 提升学童阅读习惯 会因应图书馆的大小而有所不一样 那我们也觉得图书馆的硬体 当然我们会负责维护的相当的好 书籍也会定期的补充 不过我们认为更重要的关键因素 其实是老师跟校长的爱心跟阅读的计划 更重要的是志工爸爸妈妈共同的投入 因为除了硬体之外 软体这种爱心的灌溉 才是真正可以让黄金种植 可以萌芽 可以从一棵小树变成是一棵大树 如果有一天可以变成是一片翁域的森林 我们认为对小孩子更好 对学校更好 对我们整个的社会也会更好 今天非常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玉山银行捐赠给大家国小的玉山图书馆落成启用 玉山银行在全国各个地方陆陆续续要捐赠100个玉山图书馆来充实国中小学的图书设备的部分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整个学校环境的改善 教育环境的改善 除了政府学校家长大家共同来努力之外 加上了这个社会资源的益助 我们会得到更好的成果 喜欢这个图书馆 因为我觉得它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变得比较漂亮 所以我会常来这个图书馆看书借书 而且都很好 而且这边都很漂亮 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图书馆 阅读可以增广建文 所以我想在阅读的话可以 就是说可以在 在这种环境下那些知识都很适用的 教育处长林田复表示 感谢玉山黄金种子计划结合社会参与的力量 玉山之工基金会及玉山世界卡友共同捐助 持续在台湾偏远地区或资源缺乏的国小 捐建玉山土书馆 从提高学童的阅读意愿开始 希望能缩短陈乡间知识水准的差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